如果你想生活有点小惊喜 那你一定要来印度品尝一下 这位大叔制作的芦荟汁 你看大叔就是一个讲究的人 事前先洗个手 在印度会洗手的阿三可不多 好了 手洗干净就可以开始制作芦荟汁了 先在杯子里倒一点恒河水 在印度 万物皆可恒河水 芦荟汁也不会例外 接下来是咖喱粉 用小勺将它搅拌均匀 来一勺糖水 趁着杯子还有点晕 赶快将芦荟汁刮进去 你看芦荟汁沿着手指头 慢慢的流到杯子中 这就很细节 不能让手指残留多余的味道 接下来要往里加一点 秘制神仙水 这神仙水有点不一般 让我们再看一遍 果然是有点年份了 一定得进 哎呀 食盐跑哪去了 姥姥有点看不清了 提前在食盐里加了芝麻 可以省一道工序 再来一点酱油 倒入一个芽杯中 用小刀快速的将盐巴砍碎 你看单身68年的手速 可以快到起飞 接下来是拉花的时间 这个手法有讲究 把芦荟汁倒入芽杯中 然后快速举高高 再轻轻的将芦荟汁 倒回原来的玻璃杯中 反复这个动作五六遍 哎呀 有力盐巴还没有融化 再用小刀给它砍几下 今天的盐巴有点刚 平常不这样 好了接着再给它拉几下 同样的动作 同样的手法 都怪智利眼巴 害我还得再拉一遍 算了 客人看着 不能丢了老脸 芦荟汁的功效大大低好 浮在脸上可以紧缩毛孔 使皮肤光滑水嫩 直接浮用可以通畅肠胃 瘦身美白 当然 美白这一点在印度人身上提现的 还不是很有成效 总算是好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芦荟汁 还是不错的 内服外用很是划算 记得点赞关注哟